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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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队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新闻的则数目 用一模一样的素材 但能把它剪成完全两种相反的效果 我觉得这是一开始我觉得 这是设计非常震撼到我的地方 说实在就没有 机器人或者robotics或者那种类型的机器 你就你自己本身是比较喜欢的 然后跟我专业相关 对 飞机 为什么是飞机呢 因为飞机cą很帅 会很少开飞机 这短矩键很难想 比较糟糕的就是iPhone7的插头 它现在取消了耳机的插孔 采放成单插孔 那如果充电的时候利益钱的话 就会插耳机可以直接用 相当于就是虽然它提供的无线耳机 但是很多人并不会去买那个五星耳机 我觉得一个好设计 首先好设计 我觉得第一肯定是美观 第二个才是像比如说价钱 我觉得成本 然后就是说它的设计 你一定要说实用 你不能说就是太漂亮摆在那里 让人产生足够的好奇心 让人有想用它 想看它的欲望 一个好的设计 它设计产品定型出来 它一定有针对它的市场 和针对着实用的人群 我觉得 从心理上说肯定是越多越好 设计是永远不会有enough 这样一个说法的 因为我觉得设计就是在不断的失败中 去寻找一个新的灵感 即便我们有失败的设计 可是这个设计也是一步一步 朝着最终的那个final版本 向前进的 我认为现在设计的太过滑销 太过滑销 太过滑销 太多了设计 这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广告到处都是 然后你开在车上 车开在路上 就是各种各样的广告 迎面而来 其实我很感谢 首先是真的 我是真心是说心理话 我很感谢这个设计师 设计师 首先听上去就是一个很有艺术感的一个职业 那首先他肯定要兼顾艺术和美感的一个协调性 但是同时你设计出来的产品一定是被人所用的 如何把控实用性和这个艺术美感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平衡 我觉得很重要 可能对于工科学生来说 我们是做一个实验 做一个仿真 得一个数据 但是可能对于设计学生来说 一个灵感得到起来 可以远远比一个实验还难得多 所以我希望各位学设计的同学们 能够在这套路上走下去